社會上有這麼多行動不方便的四大人 平常就住在暗用中心 並且是給你值得 每天生活就在沒多大的空間裡面 沒有親人的覆蓬也很久跟我來接受 所以第三天就一間給你值得 設立後南道館第一間一間照顧中心 讓這次工作沒用的民眾 可以放心中四大人搞好給你中心 暗時也能好好來拍拼近的親人 邀請到臨近社區的舞蹈班 今天一間照顧中心的開幕店在做人家 對那今天漏著氣氛 也典現出社區有很好的活動 就希望來參加外長的家事和社區基民 都會讓人認同他們的用心 工作沒用 還要出國工作 在南投縣衛生局布置家複社也是第一家開業的 這方面的話希望說我們開業之後 可以多多照顧我們珠山鎮或是其他的鄉鎮 他們一個民眾的服務 以及政府在推動長照2.0在這方面的一個結合 希望說也能對民眾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幫助 他們這五月份的運行幾節 第三天在名的肚皮舞老師 吳修甄 也他唱完主持有更多拍的表演 來關懷這項長輩 當時他也帶到小小母親 做會為長輩帶來活動 阿公阿嬤 這是小朋友 你準備這些靠近嗎 住在安永園 或是讓你自己的老大人 基本上都是接著論役 因為行動不方便 平常實際上就生活在無垃圾的空間裡面 也很少有機會到外界來接受 所以以後 各地都會安排表演 或是讓我交友到外面 讓他們的安永生活 可以過得更加精彩趣味 其實呢這個公益是我每一年 我都非常盡心盡力 想要去做推動的一個活動 因為我們愛自己的媽媽 那是小愛 那我愛這麼多的媽媽 那是大愛 我想要把我的力量推廣 無限無限的推廣 帶給每一個需要溫暖的媽媽們 住在機構裡面通常 常常都在機構裡面 他們對到戶外時間 其實相對的都很少 所以他們也是很渴望到社區 到戶外做一些 可能交遊啊 去遊玩等等的 都做一些戶外活動 這是可能他們心裡 也是渴望得這方面的一個活動 真是孤立化社會 保護民眾因為年會增加 造成身體老化或是破壞 需要長期照顧的服務 現在第三年有了日期照顧中心 中部能夠到達到完成的照顧 相信加上也能安心去上班 繼續往主入場報道